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田字阁中文学院 遵守大家喜欢的小小故事又开讲了 今天的故事题目是《脆弱的钻石》 好 我们一起来看故事 一天 一个小偷潜入富豪的家中 准备盗取富豪家中藏在保险柜中的大钻石 就在他将那颗璀璨的大钻石放在手上仔细观摩的时候 富豪回来了 So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thief who broke into a rich guy's house 好的 我们一起看这一段有几个词 它的用法很好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潜入 入就是进入 enter So潜入就是悄悄的不被人发现的进入一个地方 就像是sneak into a house 因为他要干坏事 所以不想被人看见 潜入 那么盗取 取就是拿 盗就是偷 盗取就是偷编的东西 那么他要盗取一个钻石 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钻石 璀璨 这个形容词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好 我们看这个词 他的左边的radical 都是jade radical 王玉旁 这说明这个词是用来describe修饰 像jewelry diamond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都有light 都有光 所以我们说一个钻石 它的光非常的bright 就可以用璀璨的钻石 我们也可以用璀璨来表示firework 那个烟花 它的那个light也是非常的bright beautiful 所以可以说璀璨的烟花 好的 下面这个词 观摩 就是 观就是看 摩就是摸一下呀 放在手上 仔细的看看 摸一摸 观摩 好 我们看下面 当富豪打开房门 与他四目相对时 老头首先拿出锤子 并说道 如果你不让我离开 我会让你再也看不到这颗钻石 富豪哈哈大笑 并说道 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 你小小的铁锤 怎么可能将它砸碎 小偷笑了 嗯 是吗 那我们就来试试 So when the thief find the owner of the house came back they just looked into each other and then the thief said if you don't me let go with the diamonds I promise you will never see this diamond again But the rich guy said Diamonds are the hardest thing in the world I don't think you can break it up with that little hammer 好的 在这一段里 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词 四目相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四就是负啦 对吧 目就是眼睛啦 四个眼睛 对 因为是两个人啊 富豪和小偷 他们 looked into each other's eyes 所以四个眼睛相互看 这个表达法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地道 所以你要用到这个词语 就说明的汉语相当的高 好 我们继续 小偷迅速举起锤子 并砸向钻石 钻石瞬间四分五裂 原来 虽然钻石很坚硬 但猛烈又突然地撞击 也会让它碎掉 同样 皮球虽然没有玻璃坚硬 但只要在扔的时候 力气足够大 也能把玻璃砸碎 好的 在这一段我们有个词组 瞬间 就是表示特别短的时间 我们也说一瞬间 就像是英文中 in a blink of our eye 很快的时间 还有一个词组 叫四分五裂 那么分就是split 裂就是相当于cracks 都是代表broke into pieces 那么我们还用了四五这样的数字 numbers 他是说四块或五块吗 不是 是指很多块 into many pieces 所以在中文的成语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有一些数字在里面 很有意思 好的 故事讲完了 小小故事 还有很大的哲理 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听懂了吗 好的 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订阅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的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汉语 谢谢 再见